韩芸汐挪了个舒服的位置 安安心心地睡了 直到意识深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这个声音 不是淋浴医院那套解毒系统发出来的警告声吗 没想到我灵魂穿越过来 居然把这个宝贝也给带过来了 总算是天不亡我 开始处理自己脸上的毒瘤 这毒液被她一嗅就确定是什么毒了 葡萄球 这毒可是古代非常常见的毁容毒素 有点能耐的毒是都能化解的 没想到堂堂医学是家寒家 居然任由女儿遭这份罪 也没人帮她解毒 一定是有人故意下的 寒家是吧 这笔账我替原主记下了 韩芸汐折腾了足足一个小时才全部搞定 此时 不远处的高楼上 韩芸汐的准夫君 秦王龙飞隐 副手身后 平澜而立 看不到她的正脸 只见得身姿 齐长英挺 危暗如山 一袭黑衣 剑装 神秘威严 王爷 调查清楚了 轿子里的女人 确实是韩芸汐 王喜婆 是太妃的人 宫里什么情况 传变了 不少人私下还打赌 赌她明天 能不能进门 本王也好奇 她进不进得去 龙飞夜俊朗冷意的相貌 似天宫雕刻 俊得人神共愤 灯火照在她冷若冰霜的脸上 却怎么也照不进 她那双幽黑深邃的眼 那是一红寒潭 一个深不见底的谜 可惜没有镜子 否则就能见一见 自己现在的模样 不过 即便不美 没了毒瘤 至少也不再是丑女了吧 终于 及时到了 可是 却不见新郎官出来 就连一个迎亲的人也没有 王喜婆的眼底藏着冷笑 就是不说话 让场面陷入尴尬 等着及时过去 可谁知 突然砰的一声 韩芸汐凤冠霞批 红喜照头 落落大方地走下轿子 及时到了 喜悦怎么不吹打起来 天哪 新娘子居然自己串门下轿 怎么能这样 这不合规 你这女人真太不要脸了 居然自己下来 架不出去运上门吧 犯贱哪